乖的孩子 所有人都说我乖 听话老是不淘气 生活中我也是这样 绝对的三好学生 只要有规则 就绝不会做违反规则的事 结果有一天 我就遭到了规则惨无人道的调戏 小学二年级放学回家 要过一条车流量不多的马路 我按往常一样等红灯 结果红灯五分钟都没变绿 又等了十分钟还是没变绿 最后等得我整个人都绿了 只好选择绕路回家 回家后我把事情经过和爸妈讲 记得那是我人生第一次 在乖听话不淘气的夸赞之外 听到瘀这个字 虽然那时还小 但从爸妈鄙视的表情看 肯定不是啥好词 我的这个经历被亲戚从小说到大 把它当作童年的趣事 善意的玩笑 我也没太在意 至少现在长大了 不会遇到在坏掉的红灯灯面前啥的 但这种对既定规则无意识的遵守 在某些时刻仍会成为我的绊脚石 几年前我从网易辞职 寻求一份创业型公司的工作 我投了不少简历 面试了许多公司 手里攒了一些offer 但都不是很满意 有家公司我特喜欢 谈话进行的也顺利 说三天之内给答复 第四天 我的收件箱仍然空空如也 心想完蛋了 到此为止 这公司与我无缘了 愁得我连喝了两罐波罗啤酒 很久之后和朋友聊天 再提到这件事 气得我又惯了三瓶AD盖奶 朋友问我 你后面有试过再发邮件打电话争取一下吗 我说没有啊 波罗选的还打啥电话呀 特别而不能理解 打个电话又没啥损失 虽然概率不大 但万一有转机呢 如果你真想得到那份工作 表现得积极主动一些总没错吧 我呢继续认死理 他们已经明确说过了三天内给答复 不然就等于淘汰啊 我为啥还要热脸贴冷屁股呢 他说你的脸值几个钱啊 贴一下屁股能咋地 所谓的三天内给答复 只不过是对外统一的说辞罢了 你不争取一下怎么知道 喜欢就该用一切办法争取啊 就算是不合规则又能如何呢 你呀就是太老实 时隔二十年 我再一次听到了老实这两个字 只是再没了小学二年级的洋洋得意 取而代之的是无边际的懊恼 许多人都和我一样太老实 或者换句话说叫太被动 完全按照所谓的既定规则做事 时间长了 灵活变通的思维消耗殆尽 整个人都像黄牛耕地一样 低头只瞧得见黑漆漆的勾曲 浑身散发着呆板的味道 这让我想起了之前看过的一个视频 讲的是全自动驾驶汽车 它的驾驶规则就是通过摄像头 识别马路上的白线 确定啥时候该走啥时候该转弯 所以有人做了个恶作剧 在车外画了一圈线 这二货果然再也开不出来 我觉得自己有时候就和这辆车一样 看到白线就没有意识在前进一步 整天原地打转 把所谓的规则封为真理 就是跳不出这个怪圈 车没有思想 但人有 我觉得我们应该始终抱有打破规则的意愿 不满足于现状 跳出陈旧的思维框架 并未知做出一些尝试 当然我绝不是说以后可以违反交通规则 闯红灯或者胡杆插队 甚至做违法的事情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我是说要把打破规则的心态 用在学习工作和个人提升上 主动 再主动一些 比如前两年发生一件事 对我的触动挺大 当时我负责一个微信公众号的运营 会接一些互推 就是我在文章中推荐你 你在文章中推荐我 起到引流的作用 当时我这个公众号平均阅读量7000 默认只会找和我体量差不多的人互推 因为我潜意识里认为 那些阅读量好几万的大神 是看不上我这种小透明的 所以大神在群里说 有人想互推吗 要求阅读量在1万5以上 这样的消息我都会自动忽略 毕竟人家规则定得清清楚楚 我阅读量才7000 连要求的一半都达不到 胸又小 有啥资格说话呢 之后我突然意识到 应该有打破规则的意识 于是我思信那位大神 我跟他说 你的要求是1万5 我虽然只有7000 但文章质量很不错 也先去试一下吗 10秒钟后 大神回复了两个字 好啊 激动的我中午多加了三个鸡腿 有时我们真的是太低估自己 太没守成规了 像刚才那辆自动驾驶汽车一样 踏不出白线一步 永远丧失突破的能力 然而一个事实是 除法律底线外 任何规则都是有商讨余地的 尤其在学习生活工作中 许多你认为不可逾越的毕业脸 实际上只是一堵杀墙罢了 只需轻轻一推就会轰然倒塌 从此得以窥见墙外的绿牙 比如投简历史 不要被那些看上去特唬人的港部要求吓到 达不到要求又如何呢 尽管投就是了 投了未必有回音 但可以确定的是你不去做 被录用的概率就永远为零 再比如面对牛人时 不要下意识以为自己只配做他的仰望者 他看上去或许与你不在同一个世界 但也许从你伸出手去微笑着 说出你好的那一刻起 你们的未来就会有交集 这个世界上的资源 更容易向那些不老实的人倾斜 他们精力旺盛 他们脑洞大开 他们保持主动 他们始终拥有打破常规的勇气 在常人看上去不可能的角度 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 独一无二的路 这是许多行业大牛共同的特质 也许不是每个人都有那样的思维和勇气 但我们至少都该试着做到一点 当一份机遇摆在你面前时 不要自以为不符合要求而匆匆离场 无论如何 在离开之前 至少都该向规则制定者问一句 您看我这样的 行吗 之后 也许你会发现 你已经轻易跨过了那条 曾经以为永远无法逾越的鸿沟 最后再说两句吧 我曾经是一个家长眼中的非常乖的孩子 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 特别重视规则 现在小时候老师说明天要带什么东西 有些同学可能忘带了就觉得无所谓 大不了被批一顿 但如果我忘带了就感觉天都塌下来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和我一样了 这种性格在我工作之后带来了不少麻烦 虽然我不惹事 但总会因为怕事而错失了很多机会 这些年过去了 我始终在努力修复着这个性格上的弱点 像你们看到的取得了一些效果 走出了一条不同于其他同龄人的路 我相信这个世界上一定有很多和我有相同困扰的小伙伴 希望今天这期视频能够给你一些冲破枷锁的勇气吧 我是子晓尊 一个致力于把所有粉丝都培养成文化流氓大部主 喜欢的话可以三连关注我呀